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 6月29日 星期一 大家好 今天我們是 要說多一點國際話題 今天有很多新聞說的 大家聽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請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之前說的那個黃師傅 其實我原來一直都說錯了Number的 所以 要跟大家說回那個號碼 那就是 5126 2293 我是看錯了5128 應該是51262293 當然未必個個需要裝修啦 如果你們有需要 就不妨聯絡一下他 幫忙開工 裝修 通常是遊客的示威的時候做的 真裝修 幫人遊遊啊 我告訴你 很多藍店需要裝修 其實是 但是他們不會付錢啦 因為他們被裝修之後需要裝修 我們需要找一些會裝修給錢裝修的朋友 幫年輕人找工作 另外88燒烤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如果經開旺角的話 另外一樣要報告事項就是 這個 看 港共政府廣告對付港共的方法 攻擊五毛 攻擊建制的方法很有效 非常之有效 因為根據我們的那個 增幅我們相信 他應該付錢 賣廣告給他私費 因為我們那個 廣告收益多了 50% 當然啦 我們會再拿去資助手足啦 當然啦 即是說我們已經成功攻擊了這群五毛 另外要跟大家說說台灣的問題 因為他們那邊 私改會 原來是 之前跟612換了約 他們就說會用另外一種形式 去重新簽合約 重新去幫助小朋友 那個情況呢 其實台灣那邊很多小朋友誤會了 因為現在6委會直接介入 接下來他們的程序有機會是 會交由6委會幫忙 其實中間那個問題也蠻複雜的 我一時間也不是搞得太清楚 其實呢 他們最終也是會幫忙的 變成我們之前也有些朋友 原本台灣就是政府不介入 就經一些NGO去幫忙 因為他政府不想介入 不想得罪大陸 到了今時今日呢 他們就是政府會高調介入 所以他們應該會政府自己收回來 自己做 這個也有可能 所以呢 現在我們也密切關注 但是呢 應該就是 大部分的人都還可以得到資助的 不過可能是中間有 有少少停頓 或者有些過程 那我要再了解一下 現在台灣政府就是擺明 已經有官方 即是有一個支援香港人的 專案辦公室 現在政府是介入的 還有他原來已經很多 很多在那邊 慢慢陸陸續續都會發這個工作證給他們 即是發一個給他們身份 讓他們可以去找工作 就不用打黑工 因為上星期我們接了一個朋友 在那邊我們之前有 一直有資助他的朋友 他就說得很痛苦 今個月沒有錢交租 而且吃飯也成問題 那麽原來就是之前他做黑工呢 是被人騙了 是成 即是沒有 走了他的錢 沒有出糧給他 那麽當然我們十分之憤怒啦 因為你也知道 台灣有500多萬人投給韓國瑜 一定有很多仆街的 我們的手足遇到 有時也沒有辦法 屬於有機會遇到的 我們也會盡量協助 跟大家說回 我們現在要說回一段新聞 這個新聞就是 中國有一個礦主 在津巴布委開礦 經營這個礦的生意 但是一直都不出糧給那些 員工 根據這個CNN報道 中國一名張姓的礦主 英文譯音就是 ZHANG 就在津巴布委那裏 經營礦場 因為拖欠工資 跟員工發生衝突 最後竟然向員工連開五槍 那麼過分 分別擊中了大腿三槍 左邊大腿兩槍 其後再對其他在場工人再開槍 一顆子彈在其中一個人的下巴那裏 受傷 目前兩個礦工就入院 這件事就好像在當地 引發這個民眾的怒火 當地的網民當然是 十分之憤怒的 不給錢 人家 打工不給錢 還要開槍打人 這件事是全世界最惡劣的僱主 找不到比中國的僱主更惡劣 事件傳出之後 這個 官方要重新審查這個中國 呼籲 當局要審查 中國在津巴布衛的採抗行為 中國 駐津巴布衛大使館就說這個槍擊案件 是個別事件 那麼 就是 支持當局公開透明調查 我這些字眼不太熟 什麼個別事件 好像這些呢 香港政府聽 早 大半年之前 每一宗事件 都跟你說是個別事件 然後就說有關機制去調查 現在連這些也不說了 現在連這些也沒有了 現在已經擺明了 殺你殺你了 是不是 這個大陸人叫張軒 他 就是 當地的 礦老闆 老實說 不出糧呢 已經是沒有人道了 我們也說了 我們的手足在台灣打黑工 被人家走帳 他還是不出糧幾個月 那些伙計去追討欠身 追討欠身 其實大陸經常發生的 就是很多無糧老闆 不出糧 那些人說 我做了事我也要吃飯 我養家的 女兒還要等開飯 沒錢開飯 整家也要交租 他追討欠身的時候 在大陸是會遇到什麼情況呢 就會有公安或城管來驅趕 把那些工人當你們是搞事份子 拉去派出所 但是非洲國家呢 他就沒有 這個 完全收買當地的警察 黑社會 他就自己拿槍來 直接射擊這些 工人 他就把在大陸那一套最無良的 做生意營商手法 搬去非洲 這種人是 最可恥的 中國看中了津巴布衛什麼呢 當然不是看中了風景和人民 當然是看中了津巴布衛的 豐富的資源 去年 即是2019年簽了20億美元的協議 那麼就是開採 中國最需要的這個叫洛 鐵 這些 煤炭等 礦產 那麼根據這個 報告裏面說津巴布的境內最少是一萬名中國人 在當地進行採礦 電訊和建築業 不斷在當地傳出 中國經營的這些礦產 侵犯人權 以及安全措施不足的問題 已經相信對當地造成 一個很大的民怨 已經累積了很久了 因為我們也有聽回來的 中國人去到非洲做生意 其實他們對非洲人是很刻薄的 而且是 不斷地歧視 之前我們看過有一個 哪個國家我的市價升不起 他開瓷級市場 但是不讓非洲人去光顧 他只做華人生意 歧視當地的黑人 即使有一個 有一個華人的女人嫁了給非洲人 但是他 跟他老公在一起的時候就被拒絕進這個超級市場 造成 當地的 非洲人 十分之對華人很不滿 而他們也都黑薄成性 辭出糧 黑扣工資 對他們十分之惡劣 在宿舍 他們通常都有提供宿舍 通常的環境都很惡劣 就好像大陸的血汗工廠 用大陸那一套搬了過去 那些更加不是中國人 更加可以當他們是奴隸 當他們是黑奴 其實 講歧視 最沒有資格講反歧視 最歧視黑人就是中國人 對黑人有多差 其實是有木共島的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黑人 其實他們很清楚的 大陸那邊 廣州 廣州他們是專門歧視的 你說美國人 歧視 你可以攻擊別人的那個暴動 但實際上你自己 做的事情是最多的 甚至乎你連歧視黑人也不止 歧視窮人 歧視 所以 這樣去對那些窮人 你是不是瘋了 這次 津巴布偉 其實經濟問題也很嚴重 因為國家貪污 主要是因為以前的獨裁者穆加貝 在他在任的時間 時間十分之長 去到九十多歲才死 其實貪污了津巴布偉很多的財產 很多的財富 使得國家 基本上真的民不廉生 津巴布偉最出名的 其實除了穆加貝之外就是通脹 講講津巴布偉的背景 津巴布偉原本也是跟英國的 英國殖民地 沒錯 後來就獨立了 獨立了之後就開始出事了 經濟就不停有問題了 因為以往 英國殖民地跟香港有很多 服裝的往來 而且很多當地的英國商人 跟香港有來往 以前的名字叫羅德西亞 自從 英國 撤出了之後 他們獨立了之後 他們就開始排斥英國人 把英國留下的東西大力地抹去 變成一個 民族國家 好像香港正在做那些事 基本上看到白人就說這些外國勢力 要把他們驅逐 他們在欺負我們的華人 這個 這是一個很瘋狂的行為 津巴布偉 就是把這些 白人基本上 全部驅逐之後 或者是侵蝇他們的財產之後 經濟是一落千丈 因為沒有了一班懂得做生意的白人 英國人 主要是英國人為主 經濟一落千丈 通脹率是年年都是 以這個倍數上升的 而他們印鈔呢 我們 以前有聽過我們的節目呢 說回數據 2008年通脹率是165,000% 2008年6月通脹率是 過18,000 20萬% 因為太多了0 當時2008年7月發行 1,000億元的 津巴布偉 銀值 1,000億元 但是1,000億元已經很快貶值了 已經在瘋狂貶值了 其實津巴布偉這個世界紀錄 應該沒有人能挑戰到他 韓國啊 望塵莫及 在津巴布偉這個 經濟大崩潰之前 其實90年代 藍斯拉夫是發行過 5,000億的紙幣 太小了 當然跟津巴布偉比沒得比 沒得比啦 剛剛你聽過他有1,000億元 你說不是啊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剛才是在說8月 去到09年而已 過了4、5個月而已 他已經去到10兆 20兆 50兆 還有100兆 一兆是1萬億 一兆是1萬億 要跟大家說回 概念很多人不太清楚 一兆是10的八次方 一萬億 應該就是1萬億的 應該就是1萬億的 一兆是 一億是八次方 大家想想 那個 銀資的貶值法 人民怎麼生活呢 到了2015年 政府宣布放棄本土貨幣 那是用美金 投向美國佬 然後 一定要說 兌換率兌1美元 用多少錢呢 就是3.5 經 經 經 數給大家聽 這裏就是 35 然後是多少個零呢 35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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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不是16個 這裏是15個 15個 1億是1億 即是3億 過1億 這次就對了 十六次方 十的十六次方 十六個零 即是3億 3億才能換到1美金 大家 其實拿著10美金去 就一億富翁了 不知為何我整件事 聞到津巴布衛就沒有了 即是說起這個貨幣大幅貶值 跟過英國佬呀 然後就大力排英 趕走那些會做事的人 留下了那些 共幹在那裏 擋棍 天天就問你愛不愛國呀 怎樣愛國呀 怎樣反分裂呀 好啦 這次我覺得 真的不是單一事件 因為 在非洲中國人已經變成一個惡名超章的代名詞 他們在那裏 一個叫做帝國資本主義的 一種 其實 不是啊 我說錯了 不是帝國資本主義 是一種帝國主義 的壓迫者在那裏剝削 在進行剝削 就是帝國主義啦 你根本就是當非洲是殖民地 當這些是奴隸 當這些是黑奴 這樣去奴役 以及盤剝 這種 老實說 以往 那些殖民主義已經是痛改前非 已經是不做那些事 他們拿回100年前 殖民主義 帝國主義的事 做回以前的 葡萄牙人 荷蘭人 英國人 最糟糕的那件事 一句都說了 中共 反這個帝國 反人家帝國 馬拳 自己就做回一次 由頭做回一次 做最惡劣的那件事 因為他用的是國家資本主義 和國家恐怖主義 是把兩件事結合在一起 老實說 對香港的壓迫 大家全世界都想不到 會這麼離譜 做得這麼過分 這件事有機會 揭起 整個非洲的大規模的反華浪潮 甚至乎 香港人如果是非洲 我認為也很危險 因為他們不懂得分 黑人當然不懂得分 所以 亞洲面孔 我覺得在非洲做生意 你們真的要小心 因為 是會被他們 害了你們 也有的 也有的 就是因為一帶一路 去搞建築 也有的 有很多香港人 所以我們是要呼籲我們在非洲的聽眾 真的要加緊 注意國人安全 如果能夠撤離的 一定要撤離 因為 太危險了 這是真的 那麼這節時間講到這裡 我們就下一節再談 拜拜